大家好,aglike快閃檔 今天就想講一下招募這個話題 其實好像這幾天 我們跟幾個經理都講起很多 講十幾二十個不同的招募個案 有一些共通點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如果講起做招募 那你會想起什麼呢? 尤其是上課程 經常會有一些招募的程序 或者一大堆的技術、廣告 很多時候上課後就上了 出到去的時候 很多時候真正處理一個招募個案的時候 就有很多這些的營養著你 訪問出到去見一個人的時候 我有一個什麼程序要去完成 又或者我一定要怎樣去present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有甚至去預設一些反應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出到去都會強差人意的 為什麼呢? 現實的環境裡面呢 很多時候千變萬化 跟對面的人有很多的互動 而有時候他給你的反應和想法 未必是你的既定格式所能做到 又或者很多時候 做完一大堆的招募程序之後 發覺大家完了之後 都沒有什麼feel的 沒有什麼感覺的 所以那個case 沒有什麼推進到 也好像很大的壓力一樣 所以很多朋友 其實很多時候搞搞一下 對招募都會覺得很複雜 很難 甚至有些卻步 但是其實真正做招募 這件事是不是這樣的呢? 一定不是這樣的 各位 其實真正去做招募 不是關乎於一大堆所謂的 一些的程序 或者一些的技巧 反而好看一件事 那樣叫什麼? state and spirit 即是說其實你自己真正下去 去跟他聊天的時候 究竟你整個人的狀態是怎麼樣呢? 而第二的你整個人 究竟意識形態 在想什麼呢? 反而來得重要得多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探討一下 其實做招募 在我眼中 貴乎兩件事 叫做熱和乘 熱乘 熱乘其實是兩件事的遊合 那何謂熱呢? 就是你走出去的時候 其實你在招募的時候 你要對三件事有一個熱情的 即是有一個passion 那譬如有什麼的熱情? 第一 你對生活是很有熱情的 其實說算了 一個事業呢 賺錢那些 只是一些工具或者平台而已 其實真的去帶動人 做一個事業的改變 我說 原於你對生活是有追求的 有理想的 有看法的 所以第一個是什麼呢? 你要passionate 按一個真的 enjoyable life 這個是很重要的課題 所以你要問你自己 你對生活有沒有看法的呢? 有沒有追求的呢? 有沒有一些享受的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課題來的 第二個 你要去很有熱情的事 是什麼呢? 對事業很有熱情 因為你對人生有追求 很有理想 或者覺得有一個lifestyle 的話 其實事業你就會有選擇了 就說你期望通過一個事業 為你帶來什麼東西 即是如果你要遇到一個人 或者甚至你自己 都是叫什麼 找一份工 找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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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沒什麼追求的話 其實對事業就沒什麼期盼 如果對事業沒什麼期盼的話 其實你看著這裏的發展平台 其實就不會有什麼賞心 對不對? 所以第二個就是什麼呢? 你要對事業這件事 有一個事業觀的 有一個追求在這裏 包括兩件事 第一 你對你自己的事業發展 第二 你對一些事業的成果 包括說 如果玩得三兩年 其實對你的收入上 你的專業發展上 你的個人的成長上 你是不是有一些追求呢? 這就是一個事業的熱情 不過第三個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是什麼? 你要對人有熱情 所謂對人有熱情的 就是說 其實你在談對面那個 不是一件死物來的 你對著那個 是一個有血有汗 有血有肉 有真性 有生命 有追求的人來的 所以第三個就是 你對人一定是有一個 passion 有一個熱情在那裏 就說 你真正不是在想一大堆 完成的程序 或者是怎樣去改變 一個想法 而是你對對面那個人 是很有好奇的 很有關心的 OK? 而是說 真的在談一個人真正的發展 和期望 或者發展的特質 你是對他 是有興趣的 所以你整個人一走出去的時候 你不會凝繞著說 究竟我背哪段稿呢? 我是不是做一個 presentation 做得很好呢? 不是 而是你真正的 很開心這樣 去跟別人分享一些 對生活的見解 對事業的見解 尤其是對那個當事人 他自己追求 一些生活態度 一些的願景理想 OK? 那種的一些探討 才是那個能量的傳源 如果沒有了這個動力的話 其實你手上拿著 什麼那些平台發展 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所以第一個是什麼? 熱情 OK? 你自己是否一個走出來 給人感覺到 你是Energetic的 有Passion的 有追求的人 這個是排第一 好了 繼這個熱情之後 第二個是誠 誠 誠是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一個真誠的人 很多時候 我見到很多清蒙經理 去處理這個個案的時候 很多時候 好像就著就著 又或者很想展現 純粹一些美好的一面 又或者純粹想去改變一個人的想法 但其實一個最優質 一個最夠吸引力的人 其實就是一個真誠的人 真誠的人 就是把你心裡面 那個真實的一句說出來 何謂真誠呢? 這個真字是很重要的 什麼意思呢? 你在裡面有幾個真 第一 你會跟他探討一個 真是殘酷的現實 在一個現實的生活環境上面 在一個社會生活的追求 在一個就業市場上面 其實大家會面對一些 什麼的挑戰和局限呢? 這個是不是第一個很真實的東西? 第二個 很需要看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會看到一個很真實 你看到一個市場的商機 你會看到一些很硬 很實在的東西 究竟為什麼這裡有一個市場空間呢? 這裡的發展機遇是怎樣呢? 你有什麼分析和見解呢? 是第二個真 而第三個真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跟他談的時候 你一定會很真誠地跟他講到 這個世界是沒有免費過午餐的 如果看到一個很好的發展機遇 OK? 如果看到一個這樣的平台的話 其實你要去達到一個好的成果 需要做一些什麼真實的投資 需要做一些什麼的付出 究竟怎樣去經營 去耕耘一盆生意呢? 才是可以拿到那個結果呢? 這個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其實當你很坦誠地去分享一個 你自己對這個行業的看法 當你很真誠地去分享一個發展的策略 當你很真誠地去告訴他 如果在這裡做的話 應該是怎樣做的話呢? 其實往往這個叫什麼? 先世人後君子 來得是更加均真 更加實在 而對面那個人呢 跟你有一個共識更加好 也都有一個更好的準備 而當不對的人 即是他覺得好像很難喔 好像很成的 而他不願意去投資付出的話 那自然離你而去呢? 一些對生活沒有追求的人 一些對事業沒有理想 想著過日子的過日成的人 其實都不會成為你的合作夥伴 那來得舒暢得多 所以其實真正一個休職的招募來來是什麼? 你是一個有熱情的人呢? 你自己是一個真誠的人呢? 而就啟動了一件事叫什麼? 吸引力法則 即是說當一些跟你生活態度類近的人 當一些跟你生活的事業 有一個類近追求的人 當他真的有一個策略 願意去投資下去 去經營他的事業生意的人 而一起跟你一起 去共鳴共勉之的話呢? 就會提煉到一個 真的跟你呢 是可以合作無間 一起打上去的商業合作夥伴 而這就是真正的招募了 所以各位 你要問你自己 你出去做招募的時候 會不會還停留在一個 所謂技術技巧的層次呢? 你是不是真的有靈魂的呢? 是不是有一個見解 帶動到別人去做一個改變呢? 這個就真的很值得 大家一起去思考了 這個也是真正招募的真題 對我們來說 招募不是一個 純粹請人進來做你的staff 招募不是為了 滿足你自己升職 或者避免你降職的一個要求 也不是純粹一個責任 反過來講一個使命 是對你自己一個 就是事業發展的一個 叫什麼 願景理想的追求 也都是對別人帶來一個 事業改變 帶來一個更美好的生活呢? 有一個契機 不過呢 你講完你自己這些想法 你講完你自己的生意的看法 其實就是選擇權在哪裏呢? 都是在那個當事人那裏的 所以 這個就是大家 互相選擇的基礎 OK? 這個也是吸引你法則的真題 所以各位 想真一點 在過往你的生涯 如果你真的想做招募 或者建構你的團隊 你平時有沒有多些 跟別人分享你對生活的見解呢? 或者事業的見解呢? 你是不是一個有熱誠 有追求的人呢? 而如果你真的去處理一個 真實的招募個案的時候 你是不是一個很實事求是 很真誠地去講出 一個創業的商機 或者一個付出的人呢? 那這個就是你所謂 你是不是一個優質的招募者 亦都是你是不是一個優質的招募 亦都是是不是建構一個卓業的團隊 可以嗎? 那這個就是關於招募的課題 那明天的時間 明天下午的時間 我就會開展我們的招募會客室 那就是入圍的朋友 就會收到我們即將的通知 這樣我們就會 給你相應的連結 那你也要準時 安排你自己適合的場地和網絡 那我會和不同的朋友交流三十幾條 關於在招募上都收到的了 一些你們的疑問也好 或者一些挑戰也好 那我就會逐個和大家的交流分享 那希望在那時候 即更加埋身和互動 我們去探奏這個招募的專題 有更多的探討 那這個就拭目以待了 在這兩年間 其實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機遇 和一個很大的發展契機 但是我們自己在思維上 格局上 系統上 能力上 都要做好一點的準備 那去迎接一個市場的改變 去把握一個機遇 去擴建我們一個專業的團隊 也都為我們兩年 四年創區 打好一個基礎 那我自己是相當之期待的 那我當然 我有另外一個想法就是 其實你如果要做到這樣 剛才我說的兩件事 其實你自己一定在業界上 要有一定的掌握和成績 所以成為一個MDRT 某程度是一個基本 所以我們修身齊家 哲覺平天 我們另外一個系列就推出了 就是我們的MDRT的教室 和我們的MDRT會客室 那又是 同樣地的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究竟我們在這裏做生意的看法 過往十幾年和過八個團隊 造就過八個MDRT的經驗過的話 那又是了 把握機會 那又是可以報名 去加入我們的MDRT會客室 那經歷過我們的 又是我們的篩選 是不是 經歷過合乎我們的規格的話 那我之後再和大家探討一下 MDRT的成功系統 再加一些互動的交流 好嗎 那所以 各位大家一起共勉之 好好地準備自己 令到自己成為一個更有吸引力的人 那其實呢 外面的招募市場 或者團隊抗爭的空間 非常之大 那希望在明天 就是我們的招募會客室 或者在其他平台 可以和大家交流更加多 關於我們營商的看法 好嗎 那也是了 如果想了解我們更多 繼續追蹤我們的Page 登入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或者和我們黃金三十分鐘的交流 希望給大家更加多的啟發 更加多的幫助 好嗎 好 那今天和大家就聊到這麼多 之後再和大家探討更多不同類型的話題 好嗎 好 之後再見 拜拜 好 請問一下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